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倒是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提振 因为毕竟也又重新回到五日线跟十日线之上了 只不过因为我们刚讲了 上个礼拜是连续三天的一个大截 尤其在礼拜四 那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空方的一个缺口 那当然这个缺口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大涨 这个438点的过程最高来到21612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部分的去填补掉这个礼拜四的缺口 因为这个礼拜四的缺口是在21662到21558之间了 那换句话说已经部分的填补 如果说明天能够顺利的攻上21662之上 那能够把这个所谓的空方缺口 给顺利的给填补上的话 那么这个台股就有机会能够重新 又回到这个所谓的多方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轨道上面 那在这之前呢 可能我们还是比较稳健的一个看法 就是还是一个整理的一个格局了 那整理的格局重点我们说过 就是你怎么做嘛 因为毕竟像今天 你看大涨超过400点 可是你看整个盘面上你说贵买也涨了一%多 可是你看以今天集中市场来讲 上涨500多加下跌将近400加 换句话说涨了400点 可是还是有将近一般的股票在跌 贵买也是一样 贵买涨了一%多 结果上涨455加下跌285加 也是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一个股票 也是呈现一个拉回 所以代表重视指数在涨 大盘在涨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掌握到对的节奏 你没有掌握到对的股票 在对的时间处切入 你也未必能够捞到好处 所以我想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比说今天盘面上最火红的一个题材是什么 AI 我们的黄董 对不对 最亲民的黄董 最近在台湾对不对 这边吃吃那边逛逛的 又跟一些所谓的一个供应链的老板 这个有一个会餐怎么样的 所以近期整个热门的一个热收的一个焦点 或者谈话的一个焦点 几乎都在这个黄董的一个身上 那当然AI这个题材也是成为今天盘面上 大家最热烈讨论的一个题材 但是问题来了 AI上上下下 包含它相关的 加一加汉不郎当少说一两百档 对啊 投资朋友你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一两百档全买吗 当然不是 不可能嘛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两百档里面 你又该如何去掌握到怎么样 不是现在讲最凶哦 而是你要怎么样能够掌握到 能够让你赚最多的 什么叫做能够让你赚最多的 就是空间最大的 对不对 我也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盘面上会涨的股票这么多 尤其像今天AI 大家都在讲上涨了AI股市 这个AI的一个相关的个股 那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 你全金条 你是要三不拔掉 你到底是要三不拔掉 对啊 今天要三不拔掉 对啊 到底该怎么做 那到底该怎么做 我想过去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大家提醒了 我说我们要做股票 尤其在面对盘面上 多头的一个行进方向 是十分的一个明确 对 盘面上也这么多股票在涨 可是却往往不晓得 该怎么做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说有几个要局 你一定要去掌握到 好的 就好比说 AI这个大方向不用我多讲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从去年 一年前我就告诉各位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但是在这个大趋势之下 你怎么做 今天大家都在讲AI 难道你去追 今天正在大涨了股票吗 我说不需要 对不对 你反而在这个AI趋势 确立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去掌握的是什么 相对 在同样的这个相关题材下面 它相对 基期是比较低的 基期低有什么好处 风险低 风险低 对不对 对 你的成本低吗 是 那除了风险低 成本低以外 怎么样 你还敢中压吗 没错 那而且因为它基期低 未来相对怎么样 空间就大吗 对 那你想 你敢中压 因为你成本低 风险低 你敢中压 而中压的股票 未来空间又大 那你是不是 就能够赚最多 对 赚最多的才是怎么样 你来股市的目的吗 你绝对不是为了赚 加菜金跟零用钱来股市 这个时候过去 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大家共勉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说去掌握到 极其低空间大的以外 我说那目前正在涨的股票 是不是不能碰呢 其实那也未必 未必 只是我不要你这个时候 去跟大家凑热闹 对 好的股票 当然现在正在涨 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讨论度最高的股票 正在喷 那这些股票就是因为它好 所以它在涨 但是你这个时候来追 你想 第一个 已经涨高的股票 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你相对比起人家买在低档的 你成本也没比人家高 有啊 你成本比人家高代表什么 你风险也比人家高嘛 对 那如果说你成本又高 你风险又高 代表你的胜算就低嘛 而且我说涨上来的股票 正在涨的股票 风险高 成本高 你一定不敢重压嘛 没错 不敢重压 纵使它在涨 你赚不到大钱嘛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花 比较高的成本 比较高的风险 结果你能够赚的利润 反而是更少 是 聪明的各位 这样才会好 当然不 没好嘛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怎么样 这些股票 但是它是好股票 这是事实啊 对 所以你要等到 它拉回的时候 对不对 等到它拉回 然后 整理过后 该换手的 该换手 该沉淀的 沉淀技术面 该怎么样 该整理都整理过后 等到下一波 第二段正准备 要起涨的那个当下 你再提前去做一个买进 对 那就OK了 好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在 目前正在涨势上面 去做一个追加的一个动作 这个也是过去 我一而在 再跟各位叮咛的 好的 那除了 相关题材 找G期低空间大 还有说 正在涨的股票 等拉回买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什么 就是我说过 在这样的一个题材 所谓的一个 相关题材之下 总是会有怎么样 总是会有一些 漏网之一 对 总是会有一些怎么样 可能 暂时 没有被人家看到 也就是我说的 隐藏版的AI股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股票 你去掌握到 因为它股价还没有涨 对 所以你去掌握到 这样的一个标的 你趁市场 还没有发现 它好的时候 你先布局 先卡位 然后一起涨 因为你要吗 人家市场还没有看到 它一定是机器低 一定风险也低 一定是你敢重压的 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情况 当市场发现它 开始进来的时候 那是不是 你就是最大的赢家 没错 另外 就是我说过了 那除了AI以外 在我们刚刚讲的 都是以目前 相对AI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除了AI以外 朋友 你要打破一个迷思 盘面上会涨的 对 不是只有AI 对不对 我是跟各位讲过了 除了AI 这是大趋势以外 其实政府所加持的产业 这也是未来有爆发力 是啊 对不对 包含像五大信赖产业 对不对 这个都是你能够去掌握的 如果说把我们刚刚 以上所讲的 这四点 那个重点 我们把它 浓缩 就把它归纳起来 画成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看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来讲什么 讲细微 细微是什么 它是不是AI概念 为什么 它是AIPC 现在目前最火红 未来PC都会被AIPC所取代 没错 那细微是跟谁 跟高通 还有跟什么AMD 他去做合作 然后出这个开机的 相关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作业系统 给微软 那你知道微软 你每一台PC 你都要微软的开机软体 对 那如果它是出货给微软 代表微软每出货一台 也跟它有关系 对 那你看未来 整个AIPC 如果说要取代现在的PC 对 哇 不得了 你不管AIPC 甚至AINB也是 这个未来也是大趋势 没错 那这些是不是未来都跟细微有关 那你想 这个商机有多么庞大 所以说 我说当时还没有起涨之前 我们在先前在布局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直告诉各位 他要复制升达科的模式 对 升达科的模式 大家最清楚了吗 是不是全市场没有人 在讲升达科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布局了 对 对不对 而且你看布局在正要起涨的一个位置 慢慢的垫高底部 慢慢的垫高底部 你看升达科从一百七十几块 涨到两百九十六块 你哪一个来不及 没错 你哪一个会赚不到 你哪一个需要去追人家追高 好 回到细微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谁在讲细微 没有啊 没有 有没有 我们布局以后 他开始垫高 开始垫高 然后开始喷出 有没有 有 你看 今天 今天又涨停板了 是啊 今天又涨停板了 那你跟着我们在先前布局 在发动前先买进的 你说到今天 你有哪一个会来不及 你有哪一个会跟不上 对 现在 开始有人在 因为涨停板了嘛 对 喷出去了嘛 对 开始是不是有人在讲细微 但是重点是我们在讲细微的时候 谁在跟你讲细微 没有 所以说你们发现到 同样是 AI相关的概念 对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AI股 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 对不对 就好比说 二三六五的昆盈 对不对 这也是AI相关的 机器人嘛 对 机器人也是AI衍生出来的嘛 那我说 先前大家在讲机器人的时候 大家想到谁 那个每天锁门的 对 对不对 那大家都在讲每天锁门的 你真的去买 你真的有赚到吗 对不对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昆盈 你看我们上上个礼拜五买进 我都当时卖掉了一些股票 买进之后 然后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再涨停 不是三分钟涨停 就是一开盘就涨停 你没有先买你来得及吗 来不及 然后第三天纵使被分盘交易 还是差一毛钱 涨停板 换句话说三天涨了三十几趴 对 对不对 后来我们在高档 你看连三天大涨 你是不是怎么卖 你怎么都大赚的 没错啊 那我们高档全部出掉啊 那这个时候开始整理 那又怎么样 我们已经 对不对 我问题 我是在发动钱 我买的低 我买的到 我买的多 三天涨了三十趴 我怎么卖 怎么大赚 你现在整理我也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等到你整理过后 我是不是我刚讲的 第二趟准备要发动 说我再买回来啊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你看昆盈 跟大家在追的 机器人也好 AI也 是不是也是跟人家不一样 是 等到涨上了 大家才来追啊 可是我们是怎么样 还没有发动 我们就先布局 先考位 那声达科 更不用说了 这是什么 低轨卫星 没有错 它不算AI 但是是不是 赖政府五大产业之一 那我说过 除了AI以外 只要是未来 产业趋势是向上的 只要它的股价 相对是低机器 未来空间大的 都是我们布局的方向 你只要能够 掌握到这些要点 你管它今天盘面整理 或怎么样 轮动怎么样 你只要在 对的时间 对 去做对的事情 你就能够大转 好 所以就听众们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走在故事的前面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好的股票 你就有机会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就像老师 带大家进场布局 我们的细微就是如此啊 听众们 如果您错过了细微 错过了坤影 到底接下来 一整个礼拜 我们要怎么来规划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您 怎么布局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 再次跟大家重申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走在故事的前面 跟着老师进场 布局好的股票 就有机会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了 老师带他进场 布局的好股票 包含我们的细微 还有包含我们的昆银 是不是都是 走在故事的前面 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等到大家都来讨论的时候 哎 签我们 我们已经可以准备 获利放口袋 或者是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规避掉短暂的修正风险 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也把我们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手上 跟进老师的脚步来操作就对了 想跟上吗 还没有跟上的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先加入老师的Lite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如果你有了Lite的ID 小老鼠RBH888 还不会加入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服务员会 一步一步的教您怎么样加入 现在赶紧拨通我们的电话 0223659333 0223659333 加上老师的Lite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来转拨段好行情 日子观众文 以前问问《台湾》 大家再见 你们是鼓师罗宾 汉梅这群人罗宾老师 跟肺平常陪伴大家 想跟进老师的讲部来操作吗 别忘了 加入老师Lite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来天hã我们都要听歌曲 来自于我们的叶茜文 从香港再鸿回台湾的 第一首很重要的歌曲 金城四燥的主题曲 好 大家非常喜欢唱的这首歌 潇洒走一回马上回来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 潮起又朝暮 恩恩远远生死白头 几人能看透 红尘呀滚滚 痴痴呀轻声聚散终有事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留你醉 我那青春多明天 你用千轻还赐上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非评为你邀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强熟老师 继续回来了 好的开始 礼拜一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接下来在怎么样的时间当中 要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我们下一档股票 下一档标股在哪里呢老师 我想我们上个阶段也跟各位提到了 今天的大涨 当然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AI 是的 今天大家都在讲AI 但是我说AI这么多股票 你要怎么做 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在什么样的位置去买进 你到底要怎么去应对 你才能够真正赚的最多 对不对 我说满天赚金钓 这些三个没赔掉 一两档AI的股票是要怎么做 对啊 对啊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十鸟在零 你不如怎么样 不如一鸟在手 对 这些AI的股票 你不用去跟人家追高什么 你只要掌握到一档 会大赚的股票 会大涨的股票 你趁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先布局先卡位 你就能够怎么样 你就能够大赚嘛 我们刚刚举了什么 我们刚刚举了 AI相关概念的细微 有没有发动前先买进 有没有 还有什么 昆盈 有没有发动前先买进 我们的AI 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 对 除了这两档AI以外 今天还有一档涨停板 也是一样 我们上个礼拜就先买好的 叫做什么 就叫2417的圆钢 没错 以前圆钢大家只说 哦 视讯系统 对不对 哇怎么样 谁会知道他是AI的 我们就已经掌握到他是AI 因为他也是怎么样 黄仁勋轻点的股票 你看今天 啪 涨停板 问题是我们上个礼拜就买好 你等到今天啪 涨停板 你该不会买的 等到消息出来 哦 黄仁勋轻点 你买买了嘛 对不对 人家在追那些 目前正在涨的时候 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就已经把该部的局 就已经先布好了嘛 你何必去追 目前正在涨 大家都在讲的一个股票 没错 就好比说 我上个礼拜 也是邀请大家 我说如果说你对于接下来 我们说盘面上会涨的股票 那么多 很多人看着每天都在涨 每天涨 手好痒啊 可是不晓得要买什么 对不对 就我说的嘛 满天专金条 你三不半条 如果你真的抓不到金条的 对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邀请各位 你跟我来布局一档股票 对 叫做怎么样 低轨卫星二号 是 低轨卫星二 有没有 这档股票 我说过 它是声达科的一个概念 低轨卫星 而且除了低轨卫星以外 我说过 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AI的题材 它是加上 细微相关的一个题材 因为细微是AI相关 对不对 那你想嘛 如果一档股票 它同时拥有两个题材 当在发酵AI的时候 它能够涨 当发酵低轨卫星的时候 它也能够涨 对 依旧很简单的逻辑 它能够发酵时间 就是比人家单一题材的 要来的怎么样 要来的发酵的时间长 对没错 那一旦能够发酵的时间长 是不是代表 它能够发动的一个空间 能够赚的空间也大嘛 对 那最重要是这档股票 你看 目前 它的一个位置 就跟当时 不管是细微也好 不管是声达科也好 在还没有起涨之前 我们怎么样 就带你先布局 先卡位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布局好了 没错 你看今天有没有 一根这样就拉起来了 有 没有喷出 这叫什么 这叫电高底部 但是随着今天 它一拉高起来 你看现在这个股价 是不是你上个礼拜 不管你哪一天买的 对 你今天都是赚钱的 恭喜哦 你需要去追高吗 不用哦 你会来不及吗 你需要去追目前 正在喷的一个股票吗 你需要去跟人家抢吗 对 都不用 不用 你哪一个会赚不到 所以我说过方法很重要 那面对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我说过你每一步 都至关重要 好那很多投资朋友跟我反映说 你讲的我大概都知道 不过化为实际的一个操作 好像还是觉得跟不上节奏 对不对 好像还是有一点美美格纲 那没办法一个能够抓到了 抓得准了 那我想大家的声音我也都知道 所以趁着今天大涨 我想大家心情也都非常愉快 不过在愉快的背后 其实还是隐含着怎么样 愉快是愉快 不知道要买什么 后一支的气息是多少 对不对 其实我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太好了 就是这一档 怎么样 复制 声达科跟细微模式的结合 低轨卫星跟AI双题材 双引擎的这个概念 但是该怎么布局 该怎么做 才会让你能够有最大的一个收获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 我直接帮你规划 亲自带你 我直接来亲自带你 所以如果说你认同的 你认同的 你也想把握这档股票 接下来在它喷出前 先布局 先卡位的 我今天特别开放五个名额 好 这五个名额 我会直接把你带在身边 带在身边干嘛 带在身边 你想嘛 我的操作亲自帮你规划 你的一个买卖点的一个张数 部位的一个控制 我都帮你规划好了 是不是效果就会最好 对 是不是最能够直接的帮助到各位 对 好 所以这五个名额 听清楚了 你只要在今天我们的股票 边看light的官方账号 直接打上 我要亲带 好 我要亲带 今天只要留言 我要亲带的五个名额 我就直接让你升级 我的亲带会员 我说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相信对各位是最有帮助的 好 来 听我们想跟着我们的罗老师 让老师亲自带您在身边操作吗 不要忘记了 今天又有五个名额 老师要亲自带您 进场来布局这一档 就是我们的低轨卫星二号 结合了圣达科概念 低轨卫星 还有我们细微AI的这样的一个优点 两个优点于一身的这档好股票 低轨卫星二号 想要跟上吗 不要忘记了 今天呢 只要跟紧老师的脚步 只有五个名额 亲自 老师要把您带在身边 带您操作让您赚更多 来 只要加入老师Lite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对方只要留言 我要亲带四个字 直接带您升级 但是只有五个名额 赶快加入 小老鼠RBH888 赶快加入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今天老师进场来布局的 好股票一档接着一档 老师都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带您进场来布局 就像声达科 就像我们的细微 就像我们的昆银 一档一档都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带您赚波段好行情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而且老师说了 接下来我们要布局的这档股票是 集合了声达科低轨卫星的概念 还有我们细微AI类型的 这两个优点于一身的好股票 我们的低轨卫星二号这档股票 哇 今天呢 又慢慢点高它的底部了 听众们 老师说 还没有喷出之前 你都还来得及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吗 赶快 今天呢 如果你跟上的话 老师要把你亲自带在身边 升级为我们的清代的贵宾 带着您一起操作 带您赚更多 想跟上老婆们 把握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对话框只要留下 我要亲代直接带您升级 不过只有五个名额 12345 真的只有五个名额 赶快加入 就现在 小老鼠RBH888 对话框留言 我要亲代 还有您的联络方式 就可以成为我们亲代的贵宾 欢迎我们赶快赶快加入 有了ID还不会加入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下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